POP抢先报 请教您几个 就要接近时事的这个议题 我们看要过一个年 新春团败 工商界纷纷巨头 都在骂这个政府 尤其是大土一丽一修的苦水 你知道原因吗 原因当然就是 新政府在最近的施政 很多都是没有成熟 就推出来 而且有些部分 看起来是 在特地讨好 民进党的支持者 像黎一修这件事情 我没有看过一个政策 全盘皆输 政府输了 雇主输了 连劳工也输了 所以到最后 他究竟为了这个政策 他想要得到什么东西 他可能完全没有预料到 尤其我看到一些事情 譬如说他 想要讨好劳工 所以把这个加班费 定得非常高 加班的规定定得非常严格 但是他们大概没有学过经济学 他不知道这种做法 会造成一个取代效果 就是当你把劳动的成本 拉得太高 限制太严的说 他会另外找一个出路 他就想要去 尽量减少加班 尽量去找更便宜的劳工 来取代 结果到最后 可能真正有一方赢了 就是派遣劳工 现在很当红 机会多了 很当红 可是这绝对不是一个正途 因为今天养家活口的人 基本上都是靠他那份工作 赚一点钱 甚至还特别努力的去加班 增加点收入 将把这个路断掉之后 最后劳工骂 雇主骂 然后全国的民众都在骂 因为消费者骂 因为都涨价了 他一定会涨价 因为这毫无疑问的事情 你把这个劳动的条件拉高 成本拉高 怎么可能不涨价 所以林全院长讲的是老实话 就是你只要这样做 你不可能是白吃的午餐 一定要有人付钱 因为付钱就是消费者付钱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政策 他到底是怎么出来 到底他想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就事论是 所以我们先挑议题来讲 一粒一休这个评论起来就很明确 不是说你们几个大老板 你们自己聚在那边 过个年大家 臭感情 不是这样的 那但是呢 他们也提到政府其他几个面向 就是说 你的这个空话多 落实少 政府是聪明人最多 但是做出来的事情 可能不如他们的预期 说政府摆烂 不晓得实际的状况 您认为这样批判是公允的吗 马老师 我觉得这个批判应该不是针对蔡英文政府 是针对立任政府 累积了 已经累积太久了 你想想看 从这个李登辉总统下来 到陈水炳总统 到马英九总统 哪一个人不适用于这个批评 因为台湾经济停滞20年 不是没有原因的 里面最大原因也不是台湾的 这个这个老百姓不努力 也不是企业 不尽心尽力去追求更好的发展 真正的问题就在于 政府他用他的那只大手 他把路全挡死了 把一般人想要往上走的那条道路呢 把他堵塞住了 所以嘴巴上讲了很多很漂亮的话 每一个总统 每一个院长都推出来一大堆的这个建设计划 一大堆好的政策 但是呢 这些政策呢 老师说了 他们的评语是落实少 不过就拿刚才这个例子来说的话 好像落实了还更糟糕 不是多少的问题了 是品质也问题了 您的意思是 那方向对不对呢 如果按照马老师这样的一个推演的话 如果方向对的话 为什么我们看到我们周边的国家 甚至其他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 20年来都不断的往上走 有的是突飞猛进 只有台湾的这个鱼曲曲独行 就站在那个地方 永远都不往前走 甚至还往后退 你要说政府的政策都对了 施政都很有效率 而台湾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是台湾人不争气吗 绝对不是 所以我觉得 很难这个综合起来讲 或者说一概而论 那我们就先从就是说 刚刚马老师讲的一粒一休 您说所为何来 是多方拒疏的一个状态 那所为何来 最后只有一个结论 因为换了一个部长 就是前面的郭芳玉 终于被赶走了 那的确他要为政策负责 可是他不是决策者 对 但是后来呢 决策者考虑一粒一休 为什么到这种地步的时候 他考虑的是 换上就是 我用白话文 就是自己的表姐 他认为 李美珠或许值得信任 或者他才干各方面都没有问题 那其他的这个格远 我们就看 异动的少数 当然 科程当然可能还没赶上 但是财经内阁 我今天想请到马老师 财经的部分 财经内阁文风未动 包括税改也还没做 没有真正的开始做 那财政的状况 纪律有问题 那现在在做年金改革 那经济部部长 李世光他不忙经济的事情 他在专门在忙这个台电 相关的这个延伸性的 这个所谓的主管项目 那其他的财经 这个部会首长 又没有办法说 有人立刻来取代 所以从人事上 不晓得马开老师 你如何看政府拼经济的 未来的 我们应该对他抱持 是希望啊 还是可能会有期待落空 我想要回答这问题 可能还还在回到 那个一例一休 你刚刚说这都是因为 上一任部长 郭芳玉 他做了错误的决策 决策不在他 但是执行 不是我是认为啊 那些问题呢 都是因为蔡英文总统 他要让他的当初的这个支持者 让劳工团体能够觉得 他有在做事情 要淘汰他们的欢心 而做这样子这个事情 所以郭芳玉基本上 是在执行这个蔡总统 她要的东西 所以绝对不是因为 他本身做的不好 没有落实 所以他下台了 因此只要这个结构 没有改变的话 你不管换了表姐 甚至换了祖母来做 我相信效果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要从这边说起呢 因为一例一休 事实上你说他是劳动政策 但是他就是经济政策 对不对 因为他把台湾的这些企业 想要投资 想要增加雇佣的这个动机 把它消灭掉了 所以将来呢 不论是投资 或者生产的扩张 或者增加雇佣 都会因此受阻 那这就是一个根本的经济问题 事实上呢 像刚才提到就是 经济部长 这个李部长 你说他一直关心这个台电问题 其实他在关心什么呢 他关心的就是 菲和家园的问题 因为一旦把这几个核电厂 全停掉了 台湾马上就出现一个 极大的供电缺口 要怎么样 这个供电缺口不会出现 这台电现在这个 等于是这个 皮都绷紧了 火烧眉毛的一件急事 所以经济部长就认为 这是当前最重大的事情 当务之急 对 否则呢 一旦发生缺口 一旦开始限电 甚至停电 大家又开始有归罪于蔡总统 归罪于非核家园政策 所以这也一样 还是个经济政策 因为限电停电 会让很多的这个产业 它的生产 就受到了这个障碍 而且因为限电停电 更没有投资者 要到台湾来投资 所以它又变成一个 很大的经济问题 所以事实上呢 今天的这个经济问题是 白孔千疮 到处都是问题 而且问题呢 都是政府制造出来 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政府 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一根蜡烛两头烧 那我们其他相关的经济话题 我们等一下继续来 跟马凯老师讨教 好 欢迎回到 POP抢先报的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十二点三十一分 我们这一段的重磅评论 好不容易邀请到马凯老师 马凯老师 刚跟我们分享非常多的 您的对经济的看法 可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处境 实在是太恶劣了 那一般人讲就是说 路客不来 车市不忘 其实这个还算是 简单列出两个项目 可是事实上我们看起来 百页几乎是萧条的 然后我们看到房市也不正 那其他的就不用提了 那如果蔡英文 她把自己的阁源 化为战斗内阁 的确刚刚马老师 有跟我们点到这个观点 那战斗内阁是一回事 如果你没有好的施政 你会步上马英九的后尘 那就算是连任 可能台湾再搞下去 再搞个八年 那真的是惨不忍睹 不想到马老师 你如何来帮我们台湾 或者说我们简单的讲 就直接给蔡英文的一个建议 打开这个节呢 你刚提到战斗内阁 我就想到战斗内阁 就是说你的这个内阁里面 各个都是勇将 都可以奋勇杀敌 冲锋上陷阵 但是你们想过 国防御就是一个勇将 他就冲锋陷阵 那他杀的不是敌人 他杀的是别人 对对 所以如果我们那个 各个都是勇将 你想那个情况有多惨烈 是是太惨了 所以不是说要先战斗 应该是一个先反省的内阁 反省什么事情呢 其实台湾今天问题呢 不是一天一年 或者两年三年造成的 台湾问题是一个20年的老问题 你看这次这个游览车的事件 大家发现 那个车子就代表 台湾这20年是怎么过来的 因为那个车子也快20年了 19年 对 所以真的马老师 这个比喻实在太贴切了 嗯 您说 因为那个车子在台湾 这个风华最好的时候 开始风光的 这个开始使用 但是20年来 它几乎只是在消耗 嗯 它没有再做任何的 这个进步 任何的改善 嗯 所以到今天变成这样一个 一撞就散掉的车子 嗯 其实台湾20年以前 也是一个非常 我们说非常让人羡慕 非常耀眼的 一辆漂亮的大车 嗯 但今天呢 也就是这个游览车 一撞就散掉的 嗯 一个游览车 嗯 所以台湾的问题 不是今天的问题 是20年来 我们持续不断 种下来的这些祸根 嗯 到今天集大成 嗯 我们种了什么祸根呢 第一祸根就是 我们过去那种 对于这个文官的 这个选拔 训练 任用的那种谨慎态度 没有了 嗯 你想这20年前 我们听到文官是谁呢 嗯 就是尹仲荣啦 孙韵玄啦 对不对 嗯 你20年有听过这样的人吗 没有 没有 没有这些人 20年都是一些 可能很多年轻辈 连尹仲荣是谁都不清楚 嗯 20年都是些抽取式的卫生纸 嗯 谁用谁丢 这个不行了 抽掉 嗯 换一个 你看换了多少任的院长 多少的部长 谁记得呢 没有人记得 嗯 所以这是第一个 就是你的这个内阁 如果连人才都找不到 没有经过扎实的训练 不专业 不内行 你那个不要说战斗 什么事都做不了 嗯 第一个问题 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呢 我们的这个这个执政者呢 从20年前开始呢 他的眼光就放在内部 在内斗 嗯 在追求意识形态斗争 嗯 在追求权力 在怎么样去打压一起 嗯 怎么样能够让他的支持者获利 甚至连黑道 连那些这个贪污的 这些都都放进来 嗯 所以台湾的这个阵风 从那时候开始混乱 而且呢 从这时候开始呢 我们就发现呢 从最上面的 到一般的官员呢 他已经不太关心民谋 嗯 他不太关心怎么样富国强兵 他关心就是 我怎么样抢一个位子 嗯 我怎么样得到最大权力 我怎么样让我的这个派系 能够越来越有势力 就权力的争夺了 你从20年前看到现在 你发现有哪一朝 哪一代不是如此吗 嗯 今天可能是变本家 那第三个的问题呢 就是从20年开 年前开始呢 当这个中国大陆 开始突然崛起 这个设立世界工厂的时候 嗯 全世界把它当成是一个火车头 嗯 要从这里面呢 分享一点动力 而唯一的一个反向操作 就是台湾 嗯 台湾从20年开始借借用人 就不断努力 要怎么样 我能够把大陆推开 嗯 我要把自己关起来 我不要受它影响 嗯 而且持续20年 连到了马英九执政 都没有打开 那今天又回到了20年前 嗯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让台湾根本 无路可走 嗯 第三个问题呢 也蛮严重的 就是20年来 台湾怎么活的呢 嗯 台湾还是靠世界工厂才活 尽管 我想尽办法 把它封堵起来 把它推开 但是你们发现 我们今天的整个经济成长的这个动力 嗯 全部来自大陆世界工厂 嗯 可是呢 大陆在10年前决定 嗯 关闭世界工厂 嗯 现在已经完成 嗯 所以台湾在过去20年 我们靠着大陆世界工厂 替它生产一些中间产品 那耐久财呀 零组件 靠着活着 嗯 今天世界工厂关了 台湾怎么办 对 所以你发现 这些问题呢 都是根本的问题 嗯 这些问题 如果你不能够想清楚 嗯 不能够认真的找出它的原因 不能找出对策 然后设计它的方法 找到新的输入 台湾根本就没有希望 对 马凯老师 我邀请你来 就是为这个政府下一铁药 或好几铁药 那当然就是整个 我们讲说内阁成员里面 隔魁绝对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跟这个蔡英文 交情最好 革命 这个情感最深 那他又担任行政院 早讲的是林权 那林权 他对财税是专门 他用了很多人 也是财税帮 可是此刻 正需要拼经济的 这个时期 他有推出药方 他不是没有 如果今天说 这上任还不到一年 我们就开始在批判 这个不对 我的部分 马凯老师是众生很长的 那可是呢 他推出来的药方 你认为 你帮我们 把一把脉 就是说 看这个对不对 他推出一个是扩大内需 一般人认为 这方向是对的 可是如果 在这个细旧 这个选项方面 如果 这个只是 几个空包蛋 或者说要很长远 要投资很大的资金 庞大资金下去的 这样可以扮演一个点火器吗 所以你认为 四年 一兆 上兆元的 这样一个扩大内需方案 你认为 适当吗 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只剩下这个部分呢 我们先谈这个 这个战略的思维 从哪里来 但第一个就是 当这个国家 他的这个国力 在衰退的时候呢 民间不投资 也不消费 只有靠政府 这个是标准的 凯恩斯学派的政策 所以全世界都这样做 而我们的这个政府呢 是二十年来都很努力在扩大内需 所以他也可以这样说 他一方面 他是本着 这个凯恩斯学派的一个很 很老的要方 一方面是 我们的历任那个都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他就是 马政府也一样 草水 对 这第一个来源 第二来源呢 你看到这些政策里面呢 尤其那个五大创新产业 你看他怎么来的呢 他的来路呢 就是全世界都在追求的时髦新产业 我们也不能落后 不能缺席 我们要跟随 像那个互联网 对 桃园整个科技重镇 对 这第二个思维 第三个思维呢 就是今天当权得势了 所以很多地方诸侯呢 也必须要分一杯羹 因此当然我要找出一些钱来 大概一兆 里面有多少分给地方诸侯 这也是历朝二十年来 不断在进行的一些手法 所以你把这些都分析完了之后 你发现呢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 就要靠这样的政策来振兴的话 老实说他觉得是不行的 但是他可以怎么做呢 如果我们不要找什么 非常伟大的 这个过去的这个领袖 政治家来做范例 你就找一个川普来当范例 今天马凯老师也提到川普了 过去这个 我们讲义美集团的董事长高志明 那再找谢金河 哇今天我听到马凯老师 也提到川普 来马老师请继续讲 川普是一个很质朴的一个商人 而且是一个房地产的投机商人 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他蛮有智慧的 他在执政之后呢 他也想要扩大内需啦 想要这个提高美国的这个经济成长 他怎么做呢 他喊得投油口号就是 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对不对 这几个字 每个人都觉得 当然如此 对不对 可是20年来 请问你听过哪一任总统 哪一个部长讲过这句话 或者是有做到 不要 没有讲 讲话都没有讲 讲都没有讲 我们过去迷信的就是高科技产业 对不对 就跟今天这个五大专业产业一样 我们迷信高科技产业的时候呢 有人想到工作机会吗 因为如果你想到的话 你首先就知道 高科技是不用劳工的 所以你的高科技发展越快 越这个越庞大 你的工作机会是越少 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人问过 所以20年来 台湾的工作机会不断在流失 而且当你讲到这些高科技产业的时候 你忘记台湾就50多年来 我们从一个落后国家 变成先进国家 我们也曾经当过世界工厂 我们累积多少传统的 这个中小的制造业 对 而这些产业经过几十年历练之后呢 今天都已经开始有展露头角了 但是有谁注意过他 扶持过他呢 另外一个就是 川普也在高喊 要制造业重返美国 对不对 我们今天正是制造业 重返台湾的时机 为什么呢 因为世界工厂里面 有很多非常多台商 他们说基本上就是制造业 而这些台商呢 过去在台湾的工资 是大陆十几倍的时候 他那边去了 那今天呢 今天大陆沿海的工资呢 比台湾还高 所以当然他应该回来 而且他回来的话 他带来多少投资 有些人去搭一带一路 或者是投入中国大陆的 他们自己的那区 他们公共建设 他们为什么不要台湾呢 那没有出路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让制造业 也重回台湾 因为台湾的制造业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当初 因为是支援大陆事业工厂 所以我们的下游都在大陆 中上游在台湾 对 就好像一个人呢 他没有脚 他用别人的脚在走路 他只有上半身 那今天呢 大陆那边 就这个工资 生产成本比台湾高的时候 你正好把脚 把它请回来 来再变成一个身体 来继续去奋斗 因为全世界比较像样国家 你说哪个国家 是没有它的这个下游的 台湾就是没有 台湾连我们最普遍的仿制业 要找到下游工厂 都很难找到 那就湿根的兰花了 对 所以今天的台湾呢 比川普还更应该高喊 制造业重返台湾 尤其我们制造业的成本 比美国第七八倍以上 所以台湾在 在就是如果喊出这个口号 让一千两千家台商回来 你每一年的投资就不知道是多少 你创造不知道多少工作机会 但是我们喊这个东西 喊了很多年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很多聪明人 喊了很多空话 空话就是归于返乡 但是一只都没有游回来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土地 你没有土地 要土地跪得不得了 他要人也没有人 要水也没有水 要电 现在开始要缺电 所以这些台湾的企业家 都觉得活不下去了 外面企业家怎么会来呢 所以干脆就当这些忙慌之地 到东南亚去 重新去奋斗 所以我们机会多的是在手里 但是我们的官员呢 他的眼睛从来都是 看看美国 看看日本 看欧洲就行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等一下 我们再请教马凯老师来 继续给我们开药方吧 欢迎回到 POP抢先报的节目现场 我是黄光琴 我非常荣幸 也非常的高兴 能够邀请到马凯老师 他是台湾知名的经济评论家 他同时过去也是经济日报的总主笔 那当然我尊称他一位经济学家 马凯老师我们刚提到 就是说政府很多盲点 20年来都是如此 那很多的选民手中的那个票 他的意思是说 扁贪污 所以我们换马 然后这个 为什么之前 要 李登辉要换成扁呢 整个政党都翻了 是因为可能李登辉执政太久了 留下非常多的 我们讲说很多的这个问题啦 那可是呢 换到一个台湾知识 他拼经济其实不用什么拼 那个时候GDP是还不错的 那可是到了这个马英九 明显的八年经济是败坏的 他们推给这个全球经济的原因 那可是到这个蔡英文政府 他应该是有契机的 为什么还是会有盲点 那或者是说 像我们看到 好像不着边际 推出的政策有点空泛 然后如果再这样耗下去 再个八年 那真的台湾真的很可怕 事实上提到就是 马英九那八年 我的感慨特别深 因为马英九那八年 执政失败 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 我们普通比较会想到 就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 正好是他上任的时候 对 但事实上呢 另外一个八年 是我们比较忽略掉了 那就是2008年 中国到了决定 要关闭世界工厂 所以这两件事合在一起 才让台湾一直往下走 像我刚讲的 我们依赖世界工厂作为命脉 就命脉被人家切断了 台湾就无路可走了 如果当初马总统呢 他看到这个问题 就开始思索 当台湾不再能够依赖世界工厂 来当作命脉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他不是说拼经济看我吗 他用了那么多经济 财经专才 难道一点都看不出这个趋势吗 或者说已经是面临到 火烧眉头的这个地步 我们如果用事后成败 论英雄的话 显然那些人都是笨蛋 对对对 对不对 揪马英就被骂笨蛋 对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开始在大声疾呼 我说台湾要面临最大的危机了 当世界工厂关闭 台湾这个发展模式破坏之后呢 台湾无路可走 要赶快找新的出路 所以我从2008年就 一方面在警告 一方面我在找新出路 那最后呢 我说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把这条路 先把它抛开之后呢 我想想看台湾还有什么竞争潜力 还有什么优势的一些条件存在 把它找出来 然后把它发扬光大 就可以慢慢去弥补 失掉了这个世界工厂的这个大的缺口 而当时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台湾其实呢 跟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 在地理这个这个重要性上 在人民的素质上都非常近似 对 但是新加坡的美人所 是台湾的三倍到四倍 我说为什么呢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就在于他善用他的条件 他把他的地理优势 把他人口的这个素质的这个优越 全部从来发挥之后 他就达了这个美人所的 所以我说如果台湾什么都不做 我只是在跟新加坡完全一样的 高雄这个地区 我划出一个小小的区域来 我就一切仿照新加坡 如果我可以让我的美人所 不要说到四倍到两倍 台湾经济就拉起来了 不要再负成长就好了 所以当时我就提 这个经济特区的概念 这概念呢 在喊了几年之后 最后马政府的一个部长听到了 是燕翔部长 他就找我去谈了一晚上 最后他说 我知道了 你要做自由经济示范区 所以才有这个名词出来 所以这个名词对马政府发生什么作用 只有一个作用 就变成一个口号 黄金十年里面的一个口号 从他那个时候到最后卸任 一件事都没有做 都没成 一步都没有往前推 因为他有推什么爱台十二大 所以什么又是十大建设 就很多这种口号式的 我看到那个区域地图一画 很多县市的直辖市 尤其直辖市他们都争取 那后来是挂弹出厂 对不对 那现在还值得做 我还做过了一件事情 就是那时候彰化的张宾工业区 几十年开发了 没有人用 但那个地方的位置非常好 他在海边又接近台中港 然后又高铁 又新元港的这个机场 所以当时呢 他的县长就说 我们来试试看 来推一个自由经济区 这个案子呢 县长带着他这些重要的干部 直接到经济会去见当时的 引起民主委 没有下文 没下文 一直到引起民主委下台的时候 我还问他 我说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他说 我还在思索 自由经济示范区的哲学意义在哪里 那他最后一个答案 那不是也有一些人担心会造成 整个计划的一个落空吗 在台湾不适合 因为台湾那么小 然后中国对岸 他们有类似几个很重大的这个所谓的经济特区 那当初我记得好像有这些的探讨 你知道大陆怎么搞这个自由经济自由贸易区吗 就是听到台湾不断喊之后 大陆才退出 才流行了 对 所以最后呢 在政权轮替之后我就说 所以我们的马凯老师 您的意思说 您的建议被 我们早在 先于中国大陆了 我们现在反而落后 然后呢 政权轮替我说 既然马政府做不到 我就希望这个新政府可以去做 所以还没有上任 我就去见了 这个即将当选的总统 跟院长 我就跟他们说 今天台湾要找一个出路 一方面把我们的这个优势充分发挥 一方面呢 可以跳脱大陆对台湾的亲戚封锁 我说这是唯一的一条路 就是我们单向的 向全世界开放 结果他们听了 我这个从晚餐一直吃到八九点之后 他们就只有一个答案 他说我们不要做 当下就告诉你 所以马政府的官员听了拿去用 然后就最后爆弹出场 然后就行政 直接当场就告诉你不做 他不要做 我们的政策是要企业出去 就像二三十年前 就台商到大陆去 甚至有人投跑 然后提一个皮箱 全世界各地去跑 结果在这个正式执政之后呢 果然就看到第一个就是新南向政策出来 就完全符合让企业出去的这个政策 另外呢 就公开宣布自由经济示范区取消 从此不再谈 就把他疯掉了 对 这个真的是听了是相当内幕 但是也很震惊 最后一点点时间想请马凯老师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就说政府如此 那我们还是寄望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摆脱低薪 甚至贫穷化的这样一个阴影 马凯老师 您寄望这个今年明年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 我们可以等到呢 其实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是 马上可以做 马上见效了 因为台湾过去的宝贝是 技职教育 那就是这个以前国部说的 那个那个扁蛋 但是呢 今天这个扁蛋呢 已经丢到海里去了 技职教育完全破产 今天是一般的企业 他原来说 他要找一个技术工人 现在找不到了 现在都是老师傅在扛着 同时现在连工程师 他都找不到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如果民间 他们自己愿意去做的话 一点一点把技职教育 把它提升上来 让他达到跟德国一样的水准 这个地方呢 就能让台湾的年轻人 将来找到一个可以发财 可以致富 可以达到他的这个 人生目标的一个工具 这条路呢 一方面企业可以找到人才 一方面呢 年轻人可以找到出路 这是当前我觉得 台湾的民间最应该做 而且马上可以见效的事情 这个太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有小孩子 或者有子子子女 我们现在知道 马凯老师提的这个是非常 有时效的一个捷径 真的不靠政府 靠自己是比较重要的 今天非常感谢马凯老师 利领我的节目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请收听连晚抢先报 跟由Danny主持的音乐123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先报 制作人高培轩 企划制作张云珍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音乐12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